在红仲秋案爆发之后 军中潜规则不断被爆料 没想到现在又有一起红仲秋案的翻版 而且发生在同一间的禁闭室 这名义务室的士官 因为两度携带智慧型手机被关了17天 但明明士官依照规定是不得关禁闭的 检方依照非法剥夺探人行动自由罪嫌 起诉269旅前少将旅长杨芳汉等15名的军方干部 这是去年红仲秋在禁闭室被狠操的画面 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 没想到同样发生在陆军269旅同一间禁闭室 士官被强关紧闭 已经不是第一回 2013年6月27号 红仲秋被关禁闭的第一天 其实是那一名流姓义务室官被关的尾声 就在同一个房间一进一出 最后爆发红仲秋的不幸意外 而流姓士官被违法禁闭的原因 是去年4月份被宪兵关刘玉龙 发现携带智慧型手机 人们要关三天禁闭 但延缓执行 不料5月份再犯 郭玉龙就要求这次要严惩14天 隔并前次禁闭 于是在6月份执行 为期17天的违法禁闭 然而按规定 士官只能悔过不可以禁闭 虽然连长柯永宇有出面缓和 提到刘士官就快退伍了 不需禁闭 写悔过书就好 但郭玉龙仍然坚持 就算插队也要让他在退伍前关完 杨芳汉以下军官总共15个人 涉嫌对于义务役下市 刘姓班长违规 这个期待智慧型手机 施以这个法定申见以外的 回过惩罚 县兵关郭玉龙不仅是违反 规定坚持惩处签诚 从连部营部到旅部 通通一路违法过关签和 因此269旅前旅长杨芳汉 受将等还有底下的14名军官 明显对部署是以法定总类以外的惩罚 并假借职务权利实施 拘禁遭检察官起诉 这次是刘姓氏官姓玉没发生意外 但整起强关禁闭流程 简直就像红案翻版 记者黄主华何慧荣 桃园采访报道